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部队,最近有点糟心。 在2018年,国会老爷们一声六下,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爱国者导弹,连开始奉命调遣到东欧和东亚。 试图对俄罗斯等国家日益强大的弹道导弹打击能力作出回应,既然美国利益需要, 那么就收拾起在沙特等国家的度假行囊,前往任务区执行任务。 可是,这人刚到位置,还没有坐稳,又要踏上征程,再出发了国会老爷,表示俄罗斯不足为惧。 先护好在中东的菜园子,突围,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,以连为单位进行部署的爱国者导弹部队。 成为了美军两仗的有限的战术防空手段之一。 美国和伊朗两个国家,分别宣布对方军队为恐怖组织之后,拥有完备打击手段的美军,就开始装可怜。 是的,他也不管手上的从FA-18到宙斯顿舰上的战斧巡航导弹,都足够对伊朗大多数关键目标,实施外科手术就开始表示,伊朗对于美国集盟军的中东目标的威胁开始增大。 图为,宙斯顿驱逐渐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。 虽然伊朗方面握有大量的对地弹道导弹,但是在美军的体系下,战据打击效能优势的战斧式巡航导弹,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伊朗远端武器。 从某个角度上说,美军的担忧也并不无道理,当然这种担忧,不是只来自于进攻部队方面,而是集中在防御部队上,相对于俄罗斯方面拥有的较为完善的防空体系。 吃惯了空中优势甜头的美军在野战防空和药地防空上极不均衡,爱国者防空导弹,连为美军及齐盟军,提供了理论上较为稳定的药地防空力量。 但在野战防空方面,并没有如俄军那样的中远端,F300V3加中乘9K37,Buk加进乘FA12的粘密防空网。 图为S300V防空导弹 在俄罗斯防空体系里,S300V代附的是集团军一级的野战防空任务,其定位类似于我军的HQ-16防空系统。 甚至就在2018年10月,本就有限的美军中东反导力量,还被进一步削弱。 美国相继从科威特撤离两个爱国者导弹连,从巴林和约旦各撤走一个,目的是翻新和升级。 如今这些防空武器,都还没有投入重新部署。 而爱国者作为要递防空的点防御系统,射程只有30公里。 即便要求一座基地,或者城市有一套爱国者系统。 美军及其中东盟友,也很难应对伊朗的导弹攻击,不单单是防空体系方面。 对于在中东方面部署的美军而言,由于远离了伊拉克等一线战场,使得在沙特等国家部署的美军基地,更多的是承担了后备基地的角色。 在美军还大量部署在伊拉克期间。 上述基地主要为美军提供轮修和补给服务,这在一定程度上,使得居于二线德心理,影响了美军的正常备战。 而在叶门湖赛武装,以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利亚德期间。 虽然沙特部署的爱国者导弹,连的确成功拦截了部分来自于沙特方面的导弹。 但是自己也出现了导弹发射,及失控这回的尴尬,更有信息表明。 沙特方面的反导任务,是在美军的指导下完成的。 但是,不论是加强部署爱国者防空导弹连也好,还是林肯号航母战斗群气势汹汹沙向波斯湾也好。 实际上,美军压根是瞎咋呼。 统计显示,美海军二战后参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,一般是派出六艘航母。 两个航母战斗群,就想击败区域强国的伊朗,是不是太轻敌了点? 而且,伊朗非常清楚,自己缺乏本钱在没有核武器的支援下,目前同美军的战斗,会从战术层面被碾压。 因此正在积极地进行外交握旋找到出路。 目前,对美国逐步丧失信任的欧洲,已经做出积极的回应。 中俄也是一贯支援伊朗。 这些外交上的努力,将进一步降低武力冲突的可能。 图为,波斯湾演练期间的多国海军舰艇编队,双航母编队,不足以完成对一作战,但是可以对伊朗的大部分目标,实施有限打击。 由此可看,在目前的部署情况下,美国贸然对伊朗发动打击,是极不不明智的。 除非是伊朗近期突然在伊朗高原,抱起一声巨响不过,那伊朗完成那声巨响之后,就是战争开始的时候吗? 很可能,那时候恰恰就是美国人会助级坐下来谈的时候了。